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对自闭症的治疗的方法主要的还是通过一些行为的干预 也就是通过我们首先是对父母的一些培训 或者是对有一些专门的一些学校 对这样的孩子那么对他一些社交技能 对他的一些行为模式等等进行行为上的干预和训练 也希望他们能够在不管是言语上 还是借人代物啊行为模式方面 能够像正常人一样能够有所改善 最后能够达到自食其力的目的 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